天气 这边没有 今年我们说是 它是一个干旱的一年 干联的土地 枯树、杂草 日月潭的九蛙 也全树出土飞天 仔细来看比 看到影像还严重很多 太可怕了 远处看根本就是草原 這是台灣 現在的台灣 我們正面臨一場 世紀乾旱危機 哗啦哗啦 一點一滴都不能漏掉 水車停成一排 這裡是高雄小港領海工業區 司機每天都會來這裡載水 從早上六點就出發 已經來回三趟 公司太多了 對 他們每個人都要去水 一次都要起 一排差不多二十幾度 對 各地大缺水 台南工業區也派車 專程南下買水 要用水的還有洗車業者 如果是比較大的節日 有時候要叫他三次 要叫他送三次來 老天遲遲不下雨 全台水情拉緊報 高雄市趕緊開發水源 早景並取高瓶溪地面水 溢住澄清湖 我們現在至少把這個 澄清湖水庫把它蓄滿 不只南部缺水庫 中部的德基水庫 每天都在創歷史新低 從原本最低的蓄水量 降百分之三 降到只剩下百分之二點八 可用供水只剩十一天 用耕耘機在草地上 劃起大大的SOS求救訊號 石門水庫的江牧島居民 因為水位太低 船隻幾乎無法通行 真的是受困孤島 現在也沒水 現在也沒空過 這樣水而已 再加下去這裡就沒空過了 而氣象粉專天氣風險 在網路上貼出這張雷達回坡 台灣海峽附近有一大片紅紅的 看起來要下大雨了 但一滴也沒下 原來是對流遇到太平洋高壓 導致雨滴全都蒸發了 這裡是桃園的石門水庫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蓄水量不到兩成 就是因為台灣太久沒有下雨了 所以潭底露出軍裂 不過現在中央大學的 大漆科學系研究團隊卻有發現 空氣中的懸浮粒子會抑制降雨 而且刊登在國際起幹上 其實空汙對於雲的影響 就是很早就被發現了 就是說大氣中的微粒 它是代表一個雲雲結合 雲的深層是需要這些大氣微粒的存在 那當大氣有太多的微粒到 這個雲裡面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說雲滴的大小就會變小 因為你可以想像 這個雲裡面的水氣量是固定的 可是當這些微粒進到雲裡面的時候 它去爭奪這些水氣的時候 所以每一顆微粒所爭奪到的水氣量 就相對來講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其實雲在天上 我們不太會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當它降下來變成雨滴的時候 就跟我們的生活變得比較息息相關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議題其實是滿有討論度的 中央大學利用NASA衛星 和地面2005到2017年13年來的長期觀測資料 分析器教對台灣北部秋季暖雲 以及降雨的影響 發現秋冬的空氣汙染 可能會改變降雨的特徵 它讓雲滴變得比較小顆一點點 就是看了更多小顆的雲滴在這裡面 它可能讓雲整個雲底的位置會往下掉 這是我們這次的研究也發現 它的雲底的位置會稍微低一點點 它裡面的每顆雲滴非常的小顆 它就比較不會去做一些碰撞結合的過程 所以它自然就會在大氣裡面 會存在久一點點 雲的生長周期變長 意味著不容易下雨 但如何分辨是大雨滴還是小雨滴呢 雨滴浦怡是一個大氣的觀測儀器 它的功能就是去解析掉下來的每顆雨滴的大小 這個儀器它的形狀就是像一個鼓 打鼓的那個鼓 所以它的雨滴降落到這個鼓面的時候 會產生不同的聲音 那個聲音會轉換成雨滴顆粒的大小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了 我們從雨滴浦怡去看雨滴力淨分布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就是污染日 它的中小雨滴相對於乾淨日 是來的比較少的 然後它的大雨滴相對多一些些 那整體的降雨量呢 就因為這樣子去減少了 乾淨跟受污染的這個雨的條件 它的差異的降水量是 每天可以達到6.8毫米的這個降水量 降雨效率低意思是空氣污染 造成桃園地區雲跟降雨特徵的改變 漸漸影響到石門水庫的蓄水量 其實我們之前的研究 並沒有特別想要跟水庫連結在一起 這個是因為最近的整個水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慢慢的發現 這件事情可以做一些連結 初天是我們台灣 應該是說整個亞洲污染最嚴重的時間 空污 空污 最主要是我們最近幾次看到這些 好像要來不來的這種 美與封面 就是封面系統 那到台灣來就突然就不見 也搞不清楚為什麼不見 那這些原因很多 那我不能夠說很大膽的說 這就是跟空污有關係 那空污是在大氣中 就是這些懸浮而立 它感到存在這個大氣裡 有多少有問題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會有一些潛在的改變 但研究團隊也強調 會不會降雨其實還包含了水氣 大氣動力 地形效應和環流場的影響 加上氣候條件也很重要 空氣污染影響降雨只是一個方向 並非一定導致 空污這個引擎殺手 不只有害人的身體健康 現在還發現會一直降雨 這對於面臨乾旱 沒雨季遲遲不來的台灣 是一大警訊 也考驗人類的智慧 中天監督的力量在全台無所不在 但我們的影片要哪裡找呢 請打開手機 進入中天電視的YouTube頻道 在播放清單裡 尋找中天監督的力量 點進去之後 就會看到我們所有的影片 就可以收看我們所有的影片 也別忘了 到我們粉絲團按讚訂閱喔